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 我是明镜 我们首先来讲下 习近平仁胜变谣言之后现身 视频场面诡异 难道中共党内的角力真是已经现其式股? 接下来讲下 不溃书气管道漏气 是谁落的手? 最后我们讲下 中共法改委主任何立峰 如果接替留学 对于中国的经济意味着什么呢? 星期二 习近平在忍生十天后出来高调露面 他率领几个中共政治局常委前往北京展览馆 参观所谓的《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 习今次的露面 显然是为了彰显党内一片和谐 习依然都是掌握大权 不过观察人士认为 迹象显示中共高层还在角力 看电视或者视频 让人们感觉 这个是个几样诡异的画面 没有解说完 没有陪同 只有七个常委 走在一个空荡荡的展览馆里面 根据法广的报道 穿着蓝色jacket的习近平 双手在比划 去讲他自己的观感 2号人物李克强和政协主席汪洋 就穿着白色衣服 其余几位就和习近平一样 穿着蓝色jacket 由中共中央的视频 尾出的镜头当中 李克强大多数时候都是背着手看展览 奇怪的是 在习近平讲话的时候 李克强依然都是背着手的 尤其是在一个镜头里面 习站在前面 背对着剪板 似乎是在讲解些什么 其他的常委就双手垂下放在两侧 或者是双手交叉放在福前 唯独是李克强一个人依然是背着手 那一刻 好像李克强才是一个大领导那样 由中央去到地方 中共领导出场的时候 穿些什么衣基本上都是约定组成 上级领导穿些什么 下级领导穿些什么 以示服从 由陪同去到领导 每个人的姿态 手放的位置 头高头低 都是有讲究的 官大的昂首听空 官小的低微傾听 或者是一只手押住另一只手 再或者是两只手随住 表示洗耳恭听 李克强会不知道这些礼仪吗 应该不是 由2018年去到2021年 几次的参观视频来看 李克强虽然间中都有些后背手的动作 但大多数时候都是规规矩矩的 特别是听习讲话的时候 两手会垂低 放在身体的两侧 十分之恭敬 现在李克强的姿态为什么会变了呢 虽然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但可以肯定的是 习近平已经没有了掌握其他人生死的大权 不是的话 李克强就会没有这个胆 中共十九大之后 习近平的地位 逐渐凌隔于其他常委之上 在官媒的报道当中 常看到这样的标题 习近平怎样怎样 这个已经成为了标准格式 而近日来 官媒在标题上经常都出现 党中央和习主席 这样的提法 在以前是非常罕见 时事评论员周晓辉分析 现在重新提党中央的领导作用 似乎习近平已经认同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一种可能是为了二十大连任 习这样主动表态 另一种可能是 习和中共的元老达成了妥协 前排在习近平不露面的期间 全然四起 例如说中南海发生政变 习遭到远禁等等 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说 二十大之前充满变数 一切都有可能 至于哪一种可能会成真 就要去到中共二十大新常委 他们站在新闻记者的面前 才算是尘埃落定 蔡霞都表示 全然反映人心 当真了就没必要了 中共两条路线的斗争日渐公开化 并不会因为习的公开路面而停止 周晓辉认为 即使习在二十大连任 他在党内遇到的挑战 依旧会继续 甚至更加惨烈 近日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建造的 两条北溪天然气管线 在波罗的海出现了多处的团列 还传出爆炸 令到欧洲的投资者 对于能源的危机更恐慌 天然气的价格大幅走高 目前欧盟和美国都认为 这个是蓄意破坏事件 引发国际政治的风暴 但谁才是破坏管道的幕后黑手呢? 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 一直都是德国的一个主要天然气来源 北溪二号尚未投入商业的营运 这两条管线近日就突然遭到破坏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在检测到天然气管道发生泄漏之前 发生了两次的爆炸 第一次的爆炸发生在星期一 随后当晚发生了第二次更加强烈的爆炸 相当于是2.3级的地震 中央社引述了美国CNN的报道 一位的情报官员表示 上个星期就观察到俄国的潜艦 出现在示发地点的不远处 但是不清楚这些俄方的船艦 和天然气管线发生爆炸有没有什么关联 台湾知名电视节目《明嘴王》细聪分析 该管道有钢、混凝土 又在海底70米以下 这些一定是国家级的攻击才能做到 为什么矛头都指向俄罗斯呢? 因为美国前几天警告过 俄罗斯可能会用计时的水雷去攻击这条管线 结果果然就像美国预料的那样 今次事件导致欧洲天然气的价格迅速攀升 荷兰TTF天然气期货的价格 当日的账幅一度是达到了22% 旅美中国问题专家唐靖远分析 这个可能就是普京希望见到的结果 也就是说用这种方式 去对德国等的欧洲国家去施加一种能源压力 迫使他们重新去考虑均援乌克兰程度的问题 唐靖远表示 在这个波罗的海底 其实还有很多条不欧的书气管道 和中环交错的海底电纜 如果说俄罗斯是打算放手去进行破坏的话 它就会造成整个欧洲 在能源、通讯方面的大乱 这种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威胁 或者说是一种警告 面对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截截失利 近日普京再次威胁 不排除会使用核武器 如果普京动用核武器 北约的国家一旦遭到核攻击 按照北约第五条款 美国必需要介入 到时候普京就更加没有胜算 反而会陷入更大的麻烦 如果说它不敢 不方便去用核武器的话 它还有什么选择呢? 唐靖远认为 波罗的海海底今次的爆炸 或者就是俄罗斯做的一个现场示范 是普京另外一种 不包括核元素的核武器性质的威胁 中共二十大将会在下个月举行 中共高层大洗牌 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刘鹤 预计将会卸任 观察人士认为 中共法改委主任何立峰 可能就会是刘鹤的接班人 根据彭博社的报导 迹象表明 何立峰即将会接替刘鹤 担任习近平的最高经济官员 分析何立峰最近的讲话 他似乎比起刘鹤更加去关心这个经济增长 愿意增加顺态和增加基础设施的支出 然而一提到房地产 他就更加倾向于去缩小市场 作为国家法改委的主任 何立峰监督了一系列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在此之前 他曾经在中国几个大城市 担任高级官员 依靠高速公路、桥梁和隧道的建设 来促进增长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何立峰成为了天津的高级官员 负责去监督 一个被称为是中国曼哈顿的大型新区建设 结果这一个的项目烂尾 留下了空置的建筑 和不良贷款等的遗留问题 天津的经济增长 随后就落后于其他的大城市 中国精英政治专家李成对于彭博社说 由于何立峰的国际经验不如留学 而且是更加倾向于国家主导的经济方式 国际投资人可能就会认为 他接任留学不利于国际的投资 因此习近平可能就会进行平衡 让外国的投资人更熟悉的留学 或者是现任的副总理韩正 担任高级的经济职务 辅在何立峰 《华尔街日报》今年3月 也曾经引述消息人士说 何立峰可能会接替留学 中共官员说 留学的举止太过似一个教授 相比之下 何立峰被认为是一个政治操盘手 他在中共险恶的政治环境当中 可能比起留学 更加可以去执行习近平的指令 何立峰和习近平的友谊 可以追溯去到1980年代 当时两个人都是福建省的地方官员 何立峰被视为是习近平的亲信 经常陪同集外访或在国内视察 政治学教授Alfred Wu 于2000年代 在福建担任一家报纸记者的时候 认识了何立峰 他说何立峰当时经常都会下令柴位救建筑 卫生的房地产项目让路 促使一些当地居民帮他起了个花名 叫做何大策 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 何立峰如果上位 中国可能经济危机就会更加大 习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但仍然都会选择何立峰 这样就说明了习在党内是处于孤家寡人的状态 并没有多少的官员是真心对他 由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个也是中共这一艘冷船 即将沉没的迹象之一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看风云节目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